齐山温氏入侵修士虽然在秦岭受到打击,但也不过死了几千人,对于召集近五万大军的温氏大军而言并不致命。 对于温氏修士而言,反而是必须将被阻杀之人的尸体砍成碎块肉泥,更让一路追来的修士更觉得胆寒一些。 可是,如果不将这些曾经的同伴、兄弟亲人砍碎,他们又可能被魏无限召唤成凶尸傀儡,杀自己人,左右都是死后都不得安宁。 所以,温氏追击僵士的速度也不快,不曾想云梦将士撤退一段距离。 齐山温氏修士提防心稍稍降下一点时,所经过的路径又被埋下新的俘虏,等温氏的人一靠近,又是一波爆炸。 秦岭阳长小道,不长不短十几里地,处处血腥,一路走来别说温氏,将士客清门生的脸色也都不大好。 魏无限所研制的新型浮露显然与之前大家接触的浮露都不大一样,爆发时威力极大,只要踩伤不死也得重伤。 罪令将是客清为之动容的是浮露的数量,随便算一下,前前后后至少用了近三四百张。 还有他们手里的一百多张,就算绘制浮露的是郭苏兰氏,他们到底抽派了多少人手? 最最要不得的是,他们几名客清凑在一起,也没认出魏无限到底绘制的是什么符文。 而且看模样,他拿出的浮露所用纸张似乎与平常浮露所用纸张都不同。 这些客清对此好奇极了,毕竟若是他们握有这种威力极大的浮露的制造方法,那么他们的家族岂不是也能趁时崛起? 将是客清中谁能说自己不心动? 几乎人人都对新型浮露有兴趣,无不私下将浮露偷偷藏了几张,只希望到时能传回家族,让家族里的人实验制造。 殊不知魏无限对此早有防备,这些浮露用纸看似特殊,其实与普通浮露用纸是一样的。 浮露之所以有如此威力,靠的是画幅的朱砂里参入的东西。 如今这些配方除了他之外,就给了姑苏兰氏一份,他相信蓝西辰绝不会让普通弟子掌握秘方。 魏无限第一世名声尽悔,被仙门百家所围剿,他老巢里面的东西都成了那些仙门百家的战利品,他研制的招音符,风鞋盘也都便宜了那些人。 墨玄宇献设,他重生归来一穷二百,日常花费都是蓝战给钱。 后来两人节气姑苏蓝氏也给他发放月银,他研制出的法宝符录交给蓝氏下一辈时,蓝西辰又另外给他一笔钱。 魏无限这才知道,这些他自己研制的东西给家族,是要算家族贡献的,贡献的越多,奖励越多,可支配的材料也更多。 前世最后,蓝西辰帮他将带小辈们夜猎时发明的俘虏法器归总后,蓝氏将东西制造出来后,卖给各个世家,收益还不错。 蓝西辰教诲他,就算他什么也不做,只要他是蓝忘机的道旅,是属于家族的一员,家族就会有一份属于他的月银,而他做了让家族获益的事,就有一份奖励。 而这些,魏无限在云梦江市时,从不知道。 在江丰眠还是宗主时,他的吃穿用度都与江城一般无二,他若是想买什么都可以,再都可以在码头附近随意拿取。 这些店铺小贩月底自会到江市结账。 而魏无限不愿将叔叔为了他和于夫人发生争吵,取用之物,也就是些零食之类的。 当然,若是出门业劣,还是会发些钱给他们救世了,不过也不会太多救世。 所以他带着齐皇一脉躲入乱葬岗时,身边也没因钱救世了。 乱葬岗时整理土地,清理邪碎时魏无限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无数兵器残骸和石块矿石。 有了这些东西,魏无限无聊之时正好拿来实验,制造了不少小玩意。 仙门百家围剿乱葬岗,魏无限那些小玩意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。 魏无限对于仙门百家使用他制造的东西并不生气,只是气他们凭什么端起碗吃饭。 放下挽救骂娘,一边使用他制造的法宝符录,一边对他口诛笔伐。 魏无限重生时就决定了,今生他除了帮将叔叔报仇,帮将城重建莲花物之外,诸事不理。 绝不像第一世般,无私地帮那些不知感恩之人,他可以不计仇报复,但他又不是圣人。 千夫所指的骂名背负过一次也就够了,其他的就随他去吧。 他魏无限依旧会行侠仗义,也绝对会无愧于心,仅此而已。 乱葬岗上闭关养伤的三个月,其实魏无限想了很多很多,若不是知道兰望鸡还在等他,若不是知道江城势单力薄,若不是温情一脉的恩情未报。 他都干脆想学那从未见过面帝师祖般隐居乱葬岗算了。 可惜他在世间还有牵挂,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宠踏红尘,既然身在俗室,他也不能免俗。 不是吗? 似乎为了衬托大战云梦大战在即。 不知何时开始云梦的天空阴云密布,云梦水则既然以水闻名,虽然不似姑苏兰是水相般河道纵横,但也有大大小小湖泊无数。 蓝旺鸡遇见,一夜在这魏无羡将从重阳带回的凶尸全部潜入河里。 敌音清脆,却令蓝旺鸡簇眉,随着魏无羡的敌音,他似乎感觉水流有益。 魏无羡似乎知道蓝旺鸡的疑惑,道,云梦泽大部分湖泊里都有水灵,这些水灵让四周灵气更充沛,在湖泊四周修炼也可以加快修炼速度。 不过现在湖泊内凶尸太多,也就让水灵沾染了怨气,可以说是被制造出的水行渊。 蓝旺鸡簇眉道,你欲如何? 魏无羡传着笛字,道,不经刀兵,云梦将是那些新入门的门声,终是无法成长,护得多了一次没护住,只怕还会招来怨恨,这次我们只需坐镇,最后再出手。 满天阴云似乎魏无羡心情地写照,山雨欲来丰满楼啊,云梦泽的血腥最近怕是清理不了了。 魏无羡回头看向蓝旺鸡微笑,凝重的气氛未知消散,他那双桃花眼里满满桃花,有一个人不论他怎么样都对不离不弃是他的幸运。 魏无羡如今与蓝旺鸡身高相差无几,虽然他不能做出小鸟依人之态,却方更方便亲吻。 蓝旺鸡没有拒绝,应该说刚才的瞬间,他被魏无羡的模样惊艳到了。 魏无羡如此人物,却心甘情愿臣服于他身下,蓝旺鸡觉得只要是个男人都会觉得骄傲且自豪的吧。 对于主动送上的唇,蓝旺鸡微微停滞后便被动为主动,搂着魏无羡的腰,强势入侵他口腔里的每一个角落,夺取他甘甜的汁液,混乱他的呼吸。 蓝旺鸡很喜欢,很高兴让魏无羡身上沾染他的气息,他也愿意让全身上下都只有魏无羡的味道。 魏无羡腿软地靠在蓝旺鸡身前,轻轻喘息着说道,蓝湛青天白日的你也不怕被看到啊。 蓝旺鸡道,无人。 魏无羡就知道蓝旺鸡即使在这种时候也没放下警惕,显然是先用神识扫过四周了,确定无人才随他胡闹。 问蓝旺鸡道,薛阳可送出莲花物了。 魏无羡突然转移话题,蓝旺鸡也愿意配合。 道,是。 不过那孩子 致敏